都好早起來了 是不是 對 我也很高興看見你和大家 也很高興大家能在那麼冷的天 起來看長江七號 對 所以今天這麼冷了 我們都早點起來了 要捧你場了 好了 今天我也想問問你的問題了 這一次的電影是你第一部的電影 而且我看到那些報紙 雜誌 都稱讚你的演技非常的好 那其實在你第一次的作戲 你就是扮男孩子了 本身你就是女孩子了 那你覺得在拍攝期間 你扮男孩子的感覺怎麼樣 就感覺男孩子就比較大大咧咧的那種 跟女孩子就是有一個非常大的反差 但是在拍攝的過程中 因為有以前我在寧波那邊 西色花一部團一起親眼 還有老爸她細心的知道我 我就覺得相對來說可以更加有心情的感覺 這樣子 雖然暑焦了才是十歲這麼小 但是她的經驗 演技經驗都是非常之豐富的 好了 還想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其實在這部電影裡 她都跟很多的大小演員 尤其是我們最頑皮的阿星爺 周星馳大哥都合作 當中你發生過一些什麼趣事 在這部戲裡面 你在跟你的乾爹 周星馳大哥 和其他的大小演員一起演出 你在拍攝期間跟他們的相處怎麼樣 有沒有一些趣事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我就是跟劇組裡面的每一個大演員小演員 大朋友小朋友 還有一些叔叔阿姨 他們都是非常的好 都是好朋友 然後呢 我們拍攝的過程中 我們也都是挺開心的 然後發生了就挺多委屈的事情 爸爸 應該說我跟老爸去吃飯 那是最開心的事情 這個當然了 爸爸請吃飯了 我的我爸爸請吃飯 我也很高興了是不是 尤其是你這一位的周爸爸 就非常的搞笑 我相信在這個飯局裡面 肯定有很多的趣事曾經發生過 當然了 還有就是有的時候 拍一些很搞笑的一些片段 我就是 我還有幾個演員經常會笑場 我相信也會是的 因為我自己曾經也看過 周老爸的戲 非常的搞笑 我相信你們在現場 更加覺得這個氣氛就很濃厚了 那我知道了 除了學校除了做演員的工作以外 還要學習了 拍完這個牆章7號以後 那你未來的心動下會怎麼樣 在學習和工作的方面 你會怎麼樣去分配一下 因為我現在還是很小 然後我想我現在應該要先把 學習的工作 學習這方面做好 然後 再考慮一下這方面 然後 我可能接下來 我主要是學習 真的是可以比較少 但是 我長大以後 可能就會比較多 這樣子 我覺得 徐嬌小妹妹 這次和她這麼短的訪問 真的看得出 非常地成熟 非常地成熟 和答問題 真的正正優調 我相信大家都滿意她的答案 不如給點掌聲 徐嬌好嗎 好 謝謝你的訪問 非常地行 好了 現在都不要浪費這麼多時間 因為戲都快要開始了 在開始之前 我想請徐嬌小妹妹 在我們這麼漂亮的後面 簽個大名做紀念 現在我想邀請你 拿上你的臉 我幫你拿這個 不是這個名字 拿到這個臉 在這個後面 簽你的大名上 好了 揮動一下就開始了 哇 果然人仔細細 非常之淡定 果然非常漂亮的簽名 先給點掌聲 謝謝 謝謝你 我知道在這部戲裡面 除了徐嬌 星爺等等 演員之外 其中有一個很主要的角色 都會在長江柵柵柵柵柵 我知道在這部戲裡面 除了周老大 和你和章魚 以及她的演員以外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角色 會在這裡出現 妳可不可以告訴大家 她叫什麼名字 是不是那個 就是姚文學姐姐 她是演暴龍 她是演暴龍的 還有一個在我們前面的 這個是七仔 是不是 這個七仔 妳跟她是不是好朋友了 那當然了 我覺得她很可愛 是 跟你一樣很可愛 我記得 那今天很多的觀眾 都非常希望 拿到了這個七仔的 還有跟他們簽個名 簽個名 簽個名字 然後我們就進去其人 就欣賞到妳這一次的 第一部演出了 好 當然可以 好的 現在徐嬌 和大家就會有個簽名會 我們旁邊都有很多的 孤筍會送給大家 而且徐嬌也會 在孤筍會簽所有的大名 是以作紀念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想 要去簽個名字 所以現在請徐嬌 可以去到我們的椅子裡 離其身得力 她的演出就是Jelly 還可以跟其他的觀眾 一起簽著你的Jelly 大家都希望你們守秩序 你們就會拿到 由徐嬌親不知名的Cushion 一個就是長江七號的可愛漆仔